採購COVID-19的疫苗 當然政府都有很多的已經進行當中 最近有開始讓民間可以來補政府的不足 包括比如說郭先生或是佛光山 當然慈濟也是 這一方面也是 假如政府都能夠滿足全民的需求 那就好 假如政府需要民間的力量來補他的不足 那當然實際一定不弱人後 一定會來盡力來幫忙 那買什麼疫苗呢 一定是政府已經是核可核准的這些疫苗 那當然這些國際的大廠 大家有效安全有效 這個疫苗來著手 那對象呢 那當然一定是補政府的不足 那一般可能比較對弱勢 對貧窮不容易接住或接種的人 那慈濟當然會來補這一塊 所以我們都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當然這些國際大廠 目前的當然是以美國或是德國這邊 這個大廠為主 他的安全性效用性 這些當然是非常好 很多美國 我們有很多慈濟人 有些認識的朋友 尤其是藥的大藥廠 這些當然也有一些管道 主要的都在美國這邊 那到底有多少 那就看政府的需求 那比如說佛光山有50萬 那個郭台銘、郭董事長500萬等等的 那我們就配合政策 有需求多少量 我們到時候就會決定 不過聯絡這樣子的一個廠 我們有需要 政府有需要 隨時就可以啟動